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是统计每一个栏位 假设我今天希望B栏到欧栏 里面帮我做出那个百分比 统计那怎么统计 1.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 2.他帮我把范围选起来 按确定 再来的话请你把那个性别 拖拉到列标签 那值的部分呢也拖拉那个性别 反正列标签跟那个 值都是 那个 那个性别 那我刚刚讲过了如果你拖拉的不是数字他就帮你加几个 也就是150 他总共好像是 里面调查的问卷里面感触向下 总共150 笔记录 那其中的话呢 性别是 是 那个女生的话是62个 也就问卷 的对象 有62个女生 88个男生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最后显示的结果 不要是 用几笔 而是我希望占百分之多少就好 OK 假设这比较简单 如果你要把这边变百分比的话 记得就是从哪里呢 值的这个地方 有个箭头 在右下角 点一下之后有个什么 值栏位设定 那其实如果你将来要变更的话 其实可以从这个地方 做一些 设定 其实非常简单 你就点下去值得 那其中的话 当然未来 你大概可以发现 在 摘要值的方式 如果你放的不是一个数字的话 固定就是预设值是 项目个数 其实项目个数就是count 那后面其实应该就是多一个意思 如果是女生 如果是男生 他帮你算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加种的话 不过如果你按加种 应该显示错误了 因为他是一个文字 他没办法帮你加种 最大最小也不行 所以其实如果你里面 放的不是数字 基本上 他就是一个 项目个数 除非如果里面放的是 数字的话 他就可以用其他的效果 这个第1个 第2个的话呢 请你把它切到值的显示方式 旁边这个 预设值是无计算 意思就是原保留原来几笔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改成百分比的话 很简单 点下去之后的话 里面呢 就可以让你挑选 其中一个叫什么 总计百分比 你把它改成总计百分比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不过按确定之前 那你百分比 如果你要 他这个百分比应该 各位之前如果用过啦 格式里面也有类似的 或者你可以改什么 除成 那个 他的格式 比如说你不要小数点第2位 你可以 再到这边点一下 也可以 要不要小数点第几位 如果你要到 整数位就好了 你就把这个 去掉 OK 按确定 这边有个数值格式 不过你不改这边 其实你改外面这边也可以 只是说因为多个功能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按确定 好百分比就显示出来了 好 看得出来 占比 各是 59% 跟41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 再帮我产生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就是 年龄 再来 教育程度 职业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你以后会有这种 这种问题 就是很多很多个 每一次都要再做一次 每一次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 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要思索 所谓的那个 数据分析表的自动化 那怎么做啦 请各位先 彩排这个 接下来 一样 录制 录制这个 只是说呢 后面你可能就要修改一下名称 修改 那问题是哪边 可以改 如果你不知道哪边可以改 不如你就录两个 比如一个是 什么呢 性别 一个是年龄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差异 只有一个地方 你就把那个地方做变更 比较好 好